来,现在离结算还有4分钟啊,大家不要急,我先给大家分析阵容,我去修仙流带前锋 这个局女巫打,很难说,因为这个我建议大家压一手不平 因为这个局要么多跑,要么多抓 想保平,呃,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啊,前期节奏好了,女巫前期节奏好了,压住机子,抓人快 他是很有赢面的,但前期节奏差了,抓人抓的慢了 我觉得这个局一波修完也是有可能的啊,这是一套那个修仙流啊 上来先打一刀,好的,然后狗子一放,前期节奏不错啊 这把的话我觉得老阳平局有了,抓一个盲酒的话平局有了 目前来看老阳这把多抓面,在于什么呢,在于前锋的救人 前锋如果来救,我觉得老阳蛮有机会能赢的 前锋如果不救,穷着保平也挺好保的 还有三分钟啊,我觉得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形势,看前锋来不来救,前锋来救的话你们就压个不平 前锋不来救的话,压平我觉得也有可能,可以压个平 来了来了,前锋来了,永哥 永哥他要来搞一手,那这边直接信徒补上 这边 换一个信徒过来 博异,打一刀,好,这边救下来,救下来以后这个盲女遛不动啊,关键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前锋来救,其实女巫的迎面会更大一点,因为你这把只有一个单救位 你只能救一次,救一次这个盲女遛不动当时这个点位,他拉不了点的 那你这边过来就是什么,吃一刀被捕一个信徒,而且 呃,自己的修机节奏还会被打乱 停不了了 这个局的话,我觉得老羊迎面蛮大的,迎面蛮大的 这边看一手,旁边有没有人,看前锋会不会来偷袭 机子的话会很快啊,这台机子其实是很快的,外面剩下一个秒机 你可以看到就是四台机子,对吧,都有修过的 甚至五台机子都有修过的 但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波救不了人,你接受来就一样的 就是挨一刀,有可能两个都得倒了,这边如果切剥闪现的话,有可能两个都得倒 打一刀好了,这接受不下来来,可以压了 平不了了,平不了了 赶紧下手 现在下手,对吧,稳赚不赔,相信我 这个局绝对平不了 这个局老羊应该是一个多扎局,他这边如果说那个前锋那边的信徒在附近的话,他切个闪现把他前锋秒了 好,前锋行都消了,那还行 这局那变成福利局了 这套阵容打女巫 走钢丝 就是你第一波如果说是抓机械石 可以 抓囚徒对穷者来讲更好 但是唯独就抓毛女很伤 抓界势,外面等于说对吧,配合毛女囚徒,外面可以 直接修舞台的 如果抓那个囚徒,那囚徒6的洞 但是就是你这边抓一个毛女就很尴尬了 抓一个毛女就很尴尬了 我们下次开盘不能五分钟了,我们得三分钟啊 这局不到五分钟就打完了,我看现在还有四十多秒才能结算的,已经挂飞两个了,这怎么平 平不了了 勇哥跑地窖吧 老杨这边好像想要补一个四 相信我 带大家对吧 发家致富 积分多多 摸的问题啊 看一下他的元上有没有闪 有闪的话,这边应该是交一首闪 放狗二十多秒 球都教自己 那这里抢个窗 前锋还有半颗球 拉球 回身桌啊 漂亮 金身 我去 狠人 他是一个狠人 投降了 没办法 修仙流打女巫 就是走钢丝 就看第一个人抓的是谁 然后就看就是 救人为救不救 就这两点 抓的人是毛女 救人为来救 多半是一个多抓局 很难 因为前锋不太保得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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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